我也很想特別去聽一下Lam K 因為大家參加這個節目時 都會說你的鋪引是甚麼 Lam K很特別 你寫了你的鋪引是分析時間 為何你會有時間需要珍惜 甚至乎是承認的心態 最大的問題 是我要掌握好每個時間的利用 任何時間都有進入或進入 即使用費方面我也是 要麼我努力賺錢 要麼就很努力賺錢 因為其實我跟Lam K很特別 他很久之前已經是我的觀眾 我也很感謝他 所以他早期追蹤我的觀眾 我也很早就追蹤了他 因為有留意他的社交媒體 也發現了他珍惜時間的原因 而這個原因是… 我不知道你會願意說多少 但我覺得很理解 就是你是一個血癌的康復者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血癌的時候 如何令你發言時間很重要的轉變 我覺得又不可以完全關於病事 但病是令我可以… 我覺得我有點控制狂 可能對身邊的事物或人 我覺得有一個因素 就是因為我經常有很多不幸運 或是不計劃以外的事情發生 我會覺得當我能控制狂的情況下 我就想出去控制狂 病對我來說 也是打亂了我的人生計劃 我畢業後想了很多 將來怎樣做 我想到很仔細 做了多少年要辭職 去哪個國家旅行 然後回來找甚麼工作 因為自己的病 再加上疫情 其實就令計劃變亂了 變成在時間的執著上 會更加嚴謹了 當覺得你可以遲 因為你的朋友 或是你身邊的人疼你 縱容你 允許你這樣做 你自己允許你這樣做 你以為自己有很多時間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世界上 可能有些人 是沒有時間 我又覺得自己有一點是 每一個時刻 我已經是用自己最好活的 當下的時刻 我這樣不是不珍惜生命 只是因為我珍惜每一個當下 即使明天有任何意外 觸碰不在這裡,我也可以 我想說對不起 但我不知道跟誰說對不起 支持你遲到一點 可能你跟自己說對不起 我很想抱抱你,可以嗎 是,可以的 我明白 謝謝你 她的反差是 你沒想到一個這麼樂觀正面 又老婆的人 原來她背後 可能有一段這麼辛酸的一段經歷 馬上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